正當加拿大早前的原住民為止被發現兒童的屍骸 大家都會覺得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應該都會開始關心原住民的權益 但誰知近日有一件事令他備受批評 在當地時間的10月3日 杜魯多辦公室宣布杜魯多已經向邀請他參加加拿大首個 全國真相與和解日活動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第一民族 陷魯普斯道歉 當地時間9月30日發生了什麼事呢? 杜魯多和他的家人坐飛機 飛往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旅遊勝地托菲洛 但是10月1日就是加拿大的首個 也是第一個全國真相與和解日 對於原住民來說 這一天應該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去反思整個加拿大寄宿學校的體制 如何令到國民和原住民受到傷害 加拿大的原住民婦女協會 行政總裁杜魯克斯就說 他對於總理寧願去悲思度假 都不願意參加歷史性活動 他的冷酷無情的程度感到驚惡 據說杜魯多的態度顯示到他對於原住民的無視 悲思的原住民油長聯會主席 菲利普就說 杜魯多選擇在全國首個真相與和解日 用這個方式去度假 對於技術學校的幸存者 就等於打了他們一巴掌 在遭到外界的猛烈批評後 當地時間十月二號 杜魯多先去陷路普斯 向原住民道歉 有評論批評杜魯多是一個為選舉不擇手段的人 今年就說他任命了不懂法語的紐恩特人西蒙 作為第一位原住民總督 他又因為技術學校的遺骸悲劇 創立了國家真相和解日 作為一個公眾假期 這些動作其實也為他贏了選舉 對他而言已經相當足夠了 也批評他 難道他真的會把這個日子當作 捆綁他的任性妄為的枷鎖 對於原住民的住區缺乏乾淨水、缺乏醫療 缺乏各種的資源 他不會真的關心 我自己就不是幫助杜魯多 我也是想說作為政治人物的難處 平日要開會 晚上和星期六日又要出席活動 有時真的想陪家人也抽不到 但說回杜魯多 我覺得作為一個優秀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擔任加拿大總理多年的杜魯多 應該明白要分輕重和先後緩急 我就不相信杜魯多不知道這個日子多麼重要 我力數他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不分輕重 自打嘴巴 看回今年五月 這個坎勞普斯鎮附近的印第安人 技術學校為止 發現了兩百具沒有標記 懷疑是原住民的小朋友的屍體 當時已經有人邀請杜魯多 希望他來到九月三十日的紀念活動 而今年的六月三十日也是杜魯多政府 推動加拿大議會 去設立聯邦法定的假日 既然 這個是首國的全國真相與和假日 我真的有強調是首國 你剛剛設立了假期 你有這麼推崇要尊重原住民 我前思後想 我是杜魯多的軍師又怎麼幫他鬥呢 說真的第一個 不是第二個第三個 是第一個 還要自己推動 真的很難鬥 第二就是疑似說謊 有媒體就說他的官方行程 首先顯示他 他周勢會去屋戴華 參加私人會議 後來才承認他去了托菲洛 去了同省的旅遊勝地 如果這個消息屬實 我只能說面對西方政客 信他一成雙目失明 原來一切都是為了利益和選票為本 選完 沒有利用價值 就啪啪有走人 說回加拿大 其實說回資料背景 其實由1840年 到1990年的年代 多達15萬名 要與父母骨肉分離的兒童 去入讀寄宿學校 當中有不少兒童 估計是受到身體虐待 強姦等殘暴的對待 翻查資料 杜魯多的父親 皮野 杜魯多是1968年和1984年 兩度擔任加拿大的總理 究竟杜魯多的父親是不是知情呢 他是不是應該要開城報公 說一下這件事是怎樣呢 當然隨著加拿大更加多原住民的兒童的經歷被公開之後 加拿大在2008年正式道歉 也成立了一個叫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並且在2015年發表報告將寄宿學校的制度 定性為文化種族的滅絕 大家試想一下一個這麼重要的節日 還要你自己創立的 你是不是真的有心 去和解呢 大家去想想 然後就說說第二個就是昂田文雄 昂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 這個杜魯多的父親 昂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 昂田文雄之前都是選舉之前 一直被認為是日本自民黨內的堅定溫和派 當選被認定是傳統日本領導人風格的回歸 在這次自民黨的選舉裡面 64歲的昂田文雄和58歲的河野太郎 在四人的競爭中進級決賽 他們首輪的投票支持率也是相當 但是昂田文雄贏得更多自民黨國會議員的票數而成功當選 昂田文雄在日本民眾的支持率是不及河野太郎的 他雖然在2012年和2017年期間 擔任過愛慕大臣 但是他個人風格不是很突出 也沒有給人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同時曾經擔任愛慕大臣的河野太郎 以一個直言不諱的風格出名 尤其獲得日本年輕人的支持 說回這次自民黨的選舉 昂田文雄率先表態參選 並且高調地接受國內外媒體訪問 亦對中國釋放一個強硬的訊號 令到他獲得黨內的學彩 被認為是他成功當選的第一步 昂田文雄亦說抗衡中國是他的首要目標 分析指出昂田文雄一如既往的務實 亦令到黨內的資深政客 可以更加放心將選票投票給他 《華爾街日報》亦說 昂田文雄個人風格 是屬於二戰後 有一段時間在日本經常出現的 一種低調型領導人的類型 標誌著日本領導人的風格終於回歸 昂田文雄在勝利口說 說我的技能就是真正聆聽民眾的意見 我決心和大家一起去為一個開放的自民黨 和日本的光明未來而努力 說回64歲的昂田文雄 他出生在日本政治家庭 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眾議院議員 他自己出任過外相 而且也是名門派系雲池會 就是昂田派的會長 昂田文雄也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廣島人 因為家鄉被…大家知道廣島被核武炸過 他作為外相的時候 在2016年邀請了時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 訪問了廣島 也是美國在任總統首次訪問廣島 昂田文雄在競選期間 也對中國的軍事擴張感到擔憂 他認為日本需要加強飛彈防禦系統 以對付中國、北韓等潛在的敵人 由於和平憲法的限制 日本不會主動發起攻擊 但是他指出如果對方的飛彈基地 被用於首輪的攻擊 且預計會發射飛彈的話 日本是有權打擊這些基地 他的言辭也相當強硬 分析相信 昂田文雄也會繼續排華 由於受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 以及強烈地感受到台海領域受到威脅 大家都估計日本的對華政策會越來越強硬 昂田文雄也說 隨著中國加強軍事的裝備 日本國防預算可能會繼續增加 日本的政壇也更加積極地討論台灣的問題 外界也期待昂田一上任之後 可能也會對於台灣表示支持 尤其是對於台灣最近選擇加入CPTPB 昂田對這個協定的舉動也是備受觸目 我也是說回那個話 要阻止台灣加入 其實也會考驗中國外交官的功夫 我只是說台灣這次並不是用台灣這個名字 去加入CPTPP 而是用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而在世貿的WTO 其實他也要有這個名字 所以說台灣 是否能夠阻止他加入同樣類似的CPTPP 這個真的大家要顧望的 針對昂田文雄的當選 我也覺得中日的關係很大程度上會轉差 但是這是一個姿態的表現 大家也知道 先說一些資料 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也說到 中方願同日本新一屆的執政團隊 一起去確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 深化各領域的務實合作 這些都是姿態表現 即是釋出一個中國不願意去主動挑釋引戰的訊息 但是我自己是認為的 一來中國的威脅一定是日本政客的方向 你也知道做政治 怎麼也會有些安裝和玩手段 明知道現在自己難以解決國內的問題 就要轉移視線 製造一個國外的危機 只現一個當有外母外侵的時候有一種強人為民排休解難的形象是很必然的 尤其是日本國內的經濟持續低迷 加上新冠疫情 有時找一下中國 找一下他晦氣 轉移視線 其實從他們的角度 反而是何樂而不為的 第二就是日本軍費開支幾年來都是持續增加 理由都是說中國不斷增加軍費預算和朝鮮的一些威脅 日本的和平憲法就是規定 日本是不可以維持武力 也不擁有一個宣戰權 也禁止日本擁有軍隊 這是美國在1945年後佔領日本期間的時候制定的 儘管如此 日本大家都知道 就有一支裝備精良的日本的自衛隊 這是一個當日本受到攻擊的時候進行防衛 大家想想 其實鼓吹中國威脅論 必然符合這些想修改和平憲法政客的目的 他要修改和平協法增加軍事的開支 一定要鼓吹中國威脅論才能做到 所以這個一定暫時也是一個趨勢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日本真的會不會想打仗呢 一說打仗就比較現實 打仗和鼓吹是兩回事 所以我最後用回澳洲前總理基庭的說話 就說一旦和中國開戰 只剩下美國和澳洲這些傻瓜 傻仔才會和中國開戰 這就是我上半節的分享